干活去拿走,开店就赚钱 大家好,我是屏幕王老师 今天教大家做一个生串丸子汤 一般在我们西安凉皮肉浆馍店里 都会带这个很有地方特色的生串丸子汤 吃完凉皮和肉浆馍 再来一碗生串丸子汤 没得很 首先从剁肉旋开始 肉旋去一皮甜腿肉 食物多,肥肉少 先把肥瘦肉都贴成片 瘦肉也一样贴成片 肉切好后先用刀刃剁 剁到肉,肥瘦融合后 然后用刀的背砸 这样做的目的 是为了把肉里面的鲸鲸砸断 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好,更有弹性 剁的时候要有节度感 把鸡身做饭也是一种享受 用刀背砸到肉末粘稳一些 然后用刀刃把肉剁得更细一些 剁到这样的程度就可以了 肉炸剁好之后我们开始调绚 调选之前我们先准备一碗套好的生姜水 剁到肉末粘,调入盐 胡椒粉 少许白酒 再加入生姜水 送着一个方向搅动 搅到时候一定要死径朝着一个方向搅动给肉上劲 肉末的调料搅拥匀后,然后再加入鸡蛋清 边搅边摔打 搅到肉末和鸡蛋液充分融合后,再加入适量的熟豆油 然后再搅就余 然后再加入生粉 再搅就余 这我们的肉圈就调至完成 接下来我们制作一个生姜丸丝它的沾用虾油 锅内加入100克豆油,然后再加入50克猪油 猪油融合后下入50克生姜末 50克蒜末 50克葱花 用小锅炒到葱花姜末蒜末微黄 炒到微黄后,然后再加入20克芝麻粉 炒拌融融 灌火出锅 炒好后的香油加至蒙凉 我们今天熬的这个蒸用香油 比芝麻香油香味更浓透 开始炒碗子 煮到丸子飘起 然后再用小火煮熟 煮好的丸子特别有弹性 所有的用作我们准备完成 这个是最后一步 丸底放入泡好的粉丝 花花 木耳 再放入我们串好的丸子 撒入虾葱 调味 盐 胡椒粉 鸡粉 再加入我们做好的虾油 再加入葡萄汤 最后减脆香菜 这样我们一碗鲜香的生鸟丸子汤制作完成 做这个生鸟丸子汤 重点的丸子 我们今天做的旋 比外面积极搅的肉旋 口感更完美 拌这个肉旋丝 一定要朝着一个方向 使劲搅动摔的 这样做出来的丸子 才口感尽到有弹性 生端丸子汤 今天就到这里 如果您想了解 学习更多餐饮 开店方面的技术 请吃去关注我们 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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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